主料,红糖100克,鸡蛋2个,黄油35克,牛奶250毫升,淡奶油250毫升,补料,香草精1吨,喝糖90克,盐2克,水120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红糖加水加盐煮至糖化,沸腾,同时把鸡蛋去壳,打匀,后回锅, 80度左右煮至浓稠,加入黄油半制溶化,离火,割水冷却,完全冷却后,分次加入香草精,牛奶和淡奶油拌匀,放冰箱冷藏2小时以上,将冷藏好的冰淇淋液倒入冰淇淋机中,制冷搅拌20分钟左右后,倒入处理好的核桃在制冷搅拌5分钟左右,倒入保鲜壳中冷冻保存,烹饪技巧 1.冰箱直冷开到最大,冰淇淋鸡蛋放冰箱冷冻15小时以上 2.冰淇淋液在倒入冰淇淋中前,最好可以在冰箱里冷藏2小时以上,使冰淇淋液完全冷却,变浓稠,倒进冰淇淋机中才能很好的凝固 3.鸡蛋必须打高没有担心,否则下锅煮很容易沉底 4.煮时必须不停地搅拌,不然容易糊锅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